我们继续来讲洋盘奇门开管版的第三段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什么叫自动选局 所谓自动选局就是 我们想要在未来的一个礼拜之内想要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输入一个礼拜之内的日期 譬如说1月8号到我们再加7天是15号嘛 所以从1月8号到1月15号 我们要找出这一个礼拜里面 一天有12个盘 一个礼拜有84个盘 我们就按这个显示 那他就会在这么多盘里面 找出哪一天的哪一个时程 是最好 那你就可以取用 像这个找出来了 他是1月12号8点 因为我们今天才1月8号嘛 元月8号 那他就会选到这个叫做12号 对不对 所以1月8号显然日子时程没有像1月12号那么好 好那 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方位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他都已经帮你排好了 只能排出20笔 20笔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奇门占谱 奇门占谱 奇门占谱里面可以占很多 像说占求财 占购物 占疾病 占婚姻 占考试 占道解 生男生女 开店和我旅游朋友来访讨债官司 那一样你可以用电脑现在的日期或者你自己选日期都没关系 那我们来看说 我们买 我们把这个日期输了以后 我们来说 站一下 要买房子 会不会买贵的 好那这里 盘排出来了 他的条件就是 一解签的条件在这里 以八门生门为房屋 死门为土地 以八神的子虎为买主 对不对 好那他答案告诉你 C 买了会破财 第一可能会买贵的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条件 我们都把它设定在这里 所以你只要 用这样的一个占卜 就可以 想要 问什么 就可以直接去点选 哪一个选项 这个是蛮具参考价值的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录第四段的 功能叫做奇门布局